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在在国民党执政的限制剩下了六席 那么在五都 那么六都当中现在剩保住了一都 所以有人在形容 他说这个选举 原来是准备给马总统打两个巴掌 不小心打断了两条腿 那么现在的情况 看起来是在内阁改组之後 台湾的未来 那么到底应该何去何从 今天是我们要跟马凯教授 好好来讨论焦点 马老师 你好 各位观众好 好 先从这个选举来看 就你这次选举观察到 因为这个很多人都觉得国民党会输 但是没想到输得这么惨 那这个选举最后的这个 国民党拿得得到票数这么少 内部也是 第一个我们也看到 马总统辞掉党主席 同时江一华院长去掉了院长 所以由毛治国院 这个院长来重新组内阁 那经过这场选战之后 他到底这个国民党的大败 透露什么内涵 我想马老师很少在外面 有发表过有关 你对选战的观察 我们就先从对方开始谈下来好吗 我觉得这次选战 他的主轴最后是两个字公义 其实从洪中秋事件 然后到后来福茂 到太阳花学运 到后面的这个食安风暴 我觉得今天台湾的一般大众 越来越关切就是 到底这个社会的不公不义 不公不义 是谁造成的 要如何可以化解 尤其是在选举最高峰的时刻 我们看到权贵 好像已经占有了全部的局面 尤其国民党所提名的候选人 大概都可以贴上 很轻易就贴上权贵或者官二代 富二代的这样一个头衔 而且我们看到就是 在这个选战这个过程当中 富贵世袭这件事情 让大家最敏感的神经被挑起来 对 因为今天台湾的贫富的差距 不断地扩大 而在扩大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社会的流动性 好像已经停住了 有钱的永远有钱 没钱的永远没钱 我想大概对年轻一代来说的话 这大概是最让人绝望的时刻 因为所有的年轻人 他还愿意努力奋斗 他都因为他看到前面有希望 他认为努力可以改变 如果他发现有一天 努力不能改变 前面没有希望 这时候他对于既有的 这个政治的体制 既有的这些执政者 他的那个愤怒会到极限 所以我觉得公益这两个事 应该可以解读这次选举 国民党大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一个就是公益 一个是不公服役 所以你如果从这张选战 其实我们在看选前 我一看我觉得好像不太妙 为什么呢 一个就是说 国民党最后的下面 连胜文那个造势 你出来如果郝伯春 连战 一直讲的时候 好像他们跟人民的这个 夫妻的这个步调 完全是背道而驰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有一个就是说 这个... 其实像柯文哲打这张选战 他不断地告诉你 欢乐 开心 然后大家出来晒阳光 然后你还告诉 是不是说是悲情 然后恐惧 恐吓你说如果怎么样 我想这样一个选战的打法 事实上我看已经高下立判了 对 其实就国民党来说 他是把过去的选战的策略 把它用到极限 而且就不断地 再形成这个蓝绿对抗 然后把这个台独跟这个非台独 把它切分开来 我想这样的国民党 真的已经是恐龙时代的生物了 它完全不能适应今天这个时代 所以如果国民党 不能够领会这一点的话 我想不只是这次选举 大概以后没有任何一次选举 他可以获胜 对 可是国民党其实如果 今天能够抓住这个脉动 以他执政者的优势 他反而可以做一些 他的这个对手做不到的事情 比如说假定国民党 这次在内阁改组的时候 他高喊的不是拼经济内阁 而是公益内阁 你想那个诉求多么响亮 是 而且如果这个公益内阁 他真的就把不公不义 当作是他的首要的这个标板 然后提出来每个政策 都用公益 作为他的最高的衡量标准 我相信整个台湾会因此而面貌一新 但是 没有 现在看起来没有 完全没有 其实你讲到这个公益 其实在 今年的年底 你看那个 华国的Thomas Pickering 来台湾演讲 其实他的21世纪资本论 我在家里堵堵得很苦 很大本 但是你看到他提出一些观点 就是说 他对现在财富的累积 就资本开始集中化 百分之一的对99% 同时 现在这个财富 就是10%的人 可能占全世界32%的财富 他也提出很多的主张 但是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 他认为对资本要克税 最高税率可以达到80% 我想他是法国出身 就是他社会主义是很强烈的 这个书当中 我觉得他也是比较 传统思维在过去像阶级对立的 我们好像在读马克思了 我在看那个 这个21世纪资本 他capital 那你想说capitalism 他就 他这个 当时马克思的 这个资本主义的那个对抗 有点像 但是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跟 过去是有点不太一样 就是说 第一个 在网络世代崛起之后 像类似马云这样 他是十几年的时间 大概阿里巴巴到美国去挂牌 他就三千亿美金 所有跟着像蔡崇信这样 突然三千亿台币 这个给大家 带来一个很大的震撼的效果 所以网络世代 在这次选举当中 其实也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 这种以前 小虾米去对抗大经理的局面 简直无法想像 这次其实有很多年轻人靠着网络 他其实他也没有什么搭棚子 还没有贴什么海报 照样会当选 所以这个就是说 好像进入到一个新的世代 我们可能要有些不同的思维 同时我们看到 比方说像在21世纪资本论里面 一个克税的法则 就是你如果 你用了很高的税 但现在一个资本是可以移动的 另外一个就是说 每一个国家税率都不同 如果今天是全世界可以完成的 把你的财务都透明 而且这个地球上只有一个国家 你什么地方都跑不掉的话 他讲的有效 但是今天你看到美国手的税39% 日本45% 我们50几% 香港16% 新加坡20% 每个地方税率都不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这个贫富悬殊是一个议题 但是用那个方式来解决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办法做得到 所以你怎么看这一次在整个 这个世代剥夺感当中 所谓的公益所衍生出来的 贫富的差距的问题 将来这个到底全球怎么面对 其实网络时代已经不是新东西了 对 你看从Internet出现到现在多少年 十几年了 它只是一个新的工具 对 这个新的工具到现在慢慢 大家才知道要如何去利用它 基本上整个这个世界 没有因此而改变 比如说您刚提到这个 马云阿列巴巴这个例子 对 这个例子其实它反而证明一件事情 你善用网络 你又创造更严重的贫富不均 对 更差的差距 对 就是 我对于皮凯蒂的这本书 它用这个二世纪资本论 这样的名称 似乎是在跟马克思在类比 但是老实说 马克思的深度 广度 对于这个学术的贡献 绝对不是它能相比的 对 差太远了 而且我基本上认为 皮凯蒂他 不要说他最后的这个处方 有问题 我认为他对于病因的判断 也有问题 是严重偏差 对 因为他不断强调就是 他看到最近几十年来 所得分配越来越不平均 对 而这个代表一个趋势 将来会更加严重 我对这件事情 我从来都不认同 对 我认为从1980年到现在 所得分配不均 它的解释不是趋势问题 对 而是整个世界经济结构 发生一次重大的变化 而这个变化 我过去一直强调这件事情 当然有人会觉得 我这个话可能讲得太大了 我说是台湾引起的 因为台湾是首创 加工出口业 带动经济发展的这个模式 而当时台湾 大陆更进 就是世界工厂 你不要说那时候台湾很小 但是Made in Taiwan 就是行销全世界 所以台湾是世界工厂 这个观念的开创者 但是到了1980年代的时候 台湾的世界工厂被迫外移 对 外移先到东南亚绕了一圈 最后到中国大陆 然后这个概念就扩散全球 所以从1980年代以后 我们发现全世界的落后国家 都被台湾的启发而感动 而觉醒 因此全世界有50亿人 他开始走这条道路 他把他的国家打开 然后让他的联教劳工 进入这个国际市场 所以这个变化就注定了贫富差距要扩大 因为你这么多贫穷国家的联教劳工 进入国际市场一定把工资往下拉 对 但是当他进入国际市场寻求外国资本技术 跟他配合的时候 需求会把这些资本跟技术的报酬拉高 对 所以正好是一上一下 凡是有资本有技术的就往上走 只有这个劳动就往下走 这个趋势很清楚就是1980年代之后 全世界看到的现象 所以这个现象 它应该会继续发展一段时间 只要发展到落后国家的联教劳动力 运用到差不多了 这个情况就会反转过来 是 所以你要说这个趋势的话 这个趋势是这件事情所带来的 它并不是这个世界这个地球 它自然会往那方向发展 我认为是不会的 所以它对于这个病疫的解读错误之后 它所下的药方也是错的 真正的药方 譬如就台湾来说的话 不是克重税 而是让台湾的劳工 具有更高的人力资本 对 因为我们刚刚讲 是人力资本加食物资本 获胜 然后体力劳工落败 台湾今天 我们的这个教育资源这么丰富 我们每一个年轻人 都可以变成人力资本的拥有者 这个时候 他就会跳出来 变成赢者圈的一份 这是台湾的解放 台湾的解放不能离开这件事情 而只看到这个对资本克高税 马老师讲这个台湾的解放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比方说这一次选举当中 有很多的资本家 是跳出来恐吓老百姓的 然后你再吵 不知道他没有25K 会15K 这个就是一个很传统 就是说他大陆 他都是 一个是大陆 投资大陆的赢家 第二个 他们用大陆廉价劳力 然后是产品 很便宜卖到全世界 那对这个在大陆投资的台商 他的崛起之后 他形成一个很大的漏差 就是说 这20年里面 有能力的 有办法的台商 在大陆拿到非常便宜的土地 很庞大的土地 不要钱也有 然后就是透过招商引资 在各个省市 一个领导 我只要跟他打好关系 我就可以谈到一个很好的条件 包括他帮你盖工厂 然后他可以把你卖 或是他帮你用的廉价劳力 给你用 无限上纲 所以他们在这个风潮当中 是变成一个最大的赢家 但是在两岸交流当中 本来大家都觉得说 两岸如果关系改善 两岸交流 台湾经济就大好 但是后来大家终于发现 好的是少数财团 绝大部分都不好 所以这个 经过这场选战之后 它会不会形成一个 未来两岸关系 在两岸交流当中 开始有个改变 像我看最近蔡英文讲一个 两岸交流利益全民共享 这个跟过去的思维 看起来又不同了 所以你怎么看在这一次 在这个两岸关系当中 当大家大打恐吓牌的时候 这个对台湾到底 未来会带来什么影响 其实这个恐吓牌产生反效果 有两个原因 是 一个原因就是 经济两个字 今天在台湾是有原罪的 对 因为我们从 可能从陈总统到马总统 下来讲拼经济 都在拼经济 你讲了多少次 讲了十多年 对 拼了不知道多少次 但是经济越拼越坏 对 所以我相信今天很多人 听到拼经济三个字 他马上感受到的就是 那种失望 那种厌恶 那种 那种 赶快想要摆脱 对 所以这招早就用了 对 另外原因就是 像您刚刚所说的 今天很多企业大佬 他跑出来要求 这个选民要理性 要重视经济 但是这群大佬在过去 他们真正获得利益 就是特权 对 带来的红利 对 对不对 像您刚所说的 免费的土地 大量便宜的劳工等等 都是特权的人 对 能够获得的 所以如果 他是用特权 获得这样的红利 今天他回头来说 台湾人要拼经济 他对台湾人没有确服力 但是如果有一个 二十多年来 三十多年 他在台湾这样子 苦苦的 这个 默默的打拼的 一个企业家 他要这样出来 他喊话的时候 我相信会比较有效 我相信会比较有效 就是大陆的世界工厂的关闭 已经是成为既成事实了 当这个工厂关闭之后 大陆基本上 对台湾人来说 没有利益 对 因为台湾过去的最大利益就是 我们以世界工厂的 这个过来人的身份 我们在这里拥有了很多的 这个独家的经验 独家的秘密 所以我们可以在大陆 这个世界工厂里面 我们可以占一期之地 但是当大陆世界工厂 关闭之后 这群台湾人在大陆 是没有用武之地的 而在他的这个 国内市场这个部分 老实说 强龙不压地头舌 对 你更难 对 我们根本分不了 这个市场的一部分 所以我觉得两岸的关系 今天已经不能谈 什么利益如何共享 也没有什么 互利让利的问题了 对 今天谈的倒是 台湾的出路 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 才能够或者利用中国市场 或者是走入全球市场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新的课题 你谈到这里我们等一下回来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说 台湾过去是我们睁开眼睛 都看中国市场 看大陆要利用他的廉价劳力 现在如果这个路不通 是不是台湾可以重回世界市场 跟国际接轨 那这个对台湾未来的改变 会不会有一个很大的 新的影响的力量出来 我们等一下请教马教授 我困难的地方是遭遇到失败或者批评 种种的压力 在压力之下 甚至资讯不是很清楚 不确定性相当高的状况 你怎么做好决定 怎么做好决定 那是最困难的 有热忱 有兴趣的东西 那个是最不容易的 我就一直在寻找那个 到国外去才找到 可以建立信心 一开始都是知道怎么用功 我们好像有一种概念说 你努力就会成功 但是你如果没有兴趣的话 你还是有一些失落的感觉 你有兴趣有热忱 那个才是真的动力 你会忘掉身体的疲惫 你的脑筋还是很兴奋 所以你如果找到兴趣的时候 很多事情你忘记 不会去计较 你会投入 那投入那个成就感你就会满足 从经验去体会